每到春天,在安徽省博州的田野上,就会看到一种美丽的花朵,曼陀罗。 这么娇艳欲滴的花朵,正是神医华陀最主要的发明,麻沸散的主要成分。 尽管华陀已经逝去了一千八百多年,但在他的故乡博州,关于华陀医术和华陀之死的故事与传说,也像这年年盛开的曼陀罗一样,代代相传。 每到周日,博州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里,就传出姓林说书人于红,话说神医华陀的声音。 他用说书的方式讲着关于华陀的传奇故事。 华陀的一生充满了传奇,发明了麻沸散。 进行了医学史上第一例人体的抛肤手术,被后人称为是外科的鼻祖。 一千八百年前,华陀创造了用麻沸散麻醉全身,进行腹腔手术。 这比国外的麻醉术早来一千多年,关于华陀发明麻沸散,已经是一个确认的事实。 但是,关于这位神医的死因,在历史上却一直是个谜团。 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《小说三国演义》第七十八回中,详细描写的曹操杀死华陀的经过。 而史书《三国志》上也有曹操处死华陀的记载。 那么,华陀跟曹操究竟有着什么恩怨? 华陀之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? 永安街,博州普通的一个巷子。 这里的人们每天过着安逸祥和的生活。 巷子里的一座院落,传说是华陀曾经的居所,叫做华祖安。 据说,当年华陀在这里研习药方,治病救人。 如今,院子已经成为华陀纪念馆,是后人缅怀华陀的一个场所。 就在距离华祖安不过树里的地方,是曹操的家族墓地。 同时代的曹操与华陀,一个是乱世枭雄,一个是济世神医。 虽然既是同乡,又是近邻,但是身份悬殊的两个人,怎么看似乎关系也并不大。 为什么却会有华陀死在曹操手上的传闻呢? 一千八百年前,究竟发生了什么? 让这样一位神医死得不明不白? 这位被公认为外科鼻祖的华陀,他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明? 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记载,华陀为中了毒箭的关羽刮骨疗伤,华陀的医术也因关羽而出神入化。 这样为人治病疗伤的病例,三国治中有十六例,华陀别传中有五例,其他文献中有五例,共二十六例。 根据华陀给关羽刮骨疗伤的案例进行推断,华陀的医术已经出神入化。 这就让曹操召见华陀有了可能性。 那么曹操又是为何召见华陀呢? 曹操这个人,他是军事家,政治家,文化家,因为他那样吵劳,那样用心,所以他经常地不能够休息,经常地散叉身影症。 曹操的这个脱缝病啊,是在华陀传里面有记载。 这个曹操患脱缝,这个华陀进行诊治,华陀这个诊咎,诊咳。 博州市人民医院的中医夏克平,是这所医院里声望很高的一位中医主任医师。 每天来找他看病的人,络绎不绝,他对每一个病人都用传统的中医诊断方法,为他们看病治疗。 对于曹操的头疯病,究竟是一种什么病?夏克平这样理解。 曹操您充实这个军事政治,这个草牢,患高血压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 据史书记载,建安元年,也就是公元196年,曹操把汉县帝赢到许都。 这个时候,曹操是奉天子以令天下,但他还不能公开处理朝政。 建安十年以后,曹操终于掌握了东汉政府的实权,史书上称作太祖亲礼。 随着政务的繁忙,曹操的头疯病越来越重,几乎天天发作。 这个时候,头痛难忍的曹操听了大量有关华陀神奇治病的传闻,便找华陀前来治病。 华陀沉死了一下,我要为你开炉取风险。 开炉,多么惊心动魄的一个词,就是放到现在,开炉也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手术,更何况是在1800年前。 华陀的医术虽然精湛,但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,他将如何进行这个手术? 尽管神龙本草经记载,当时的中草药已经有365种,但这样就可以让华陀为曹操开炉了吗? 在华陀那个时代是,总与总药理论已经起源形成,内外腐二,这个葛可尼,基本上都有一些出兴。 但是对一些病了,对一些解剖了,对这个药理,这个一些研究,这是开始,还没有达到这个相当的这个神度。 看来,当时似乎还没有具备可以开炉的医学理论基础。 那么,假设可以开炉的话,华陀又将怎样解决麻醉和消毒的问题? 这个麻菲三有,据后人研究一种几种配方。 最常见的一种配方呢,有这个船舞,草舞,花角,角木,这个养护所,细形,蓝形,还有那个曼陀罗兹。 据夏克平介绍,麻菲三中用到的这些中草药,最初曾被用来制作蒙汉药,在化陀之前就有人使用。 不过,他们或者用于战争,或者用于暗杀,真正用来治病救人的,却从没有过。 华陀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,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,发明了九幅麻沸散的麻醉术,正式应用于医学, 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,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。 自从有了这种麻醉法,华陀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,治好的病人也更多。 看来,华陀为曹操开炉的麻醉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。 关于麻沸散中重要的一味草药曼陀罗的发现,在博州还流传着一个关于华陀的令人伤感的故事。 据传说,有一次华陀夫妇又带着孩子上山采药。 他们只顾着寻找麻醉的草药,就没有看孩子是否还在身边。 等到想起来的时候,孩子已经不见了踪影。 她的肺儿,她的孩子叫做肺儿,肺儿,已经躺在地上了,这时候就叫,再叫又过不来了,手里还有一种烘锅,烘水的国事。 这个时候华陀意味道,他的孩子武士麻醉的这种质物已经过不来了,过渡了。 这个让华陀的孩子费尔再也没有醒过来的草药就是曼陀罗。 为了纪念费尔,华陀就把发明的麻醉药命名为麻沸散。 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,中药和酒不能同饮,但麻沸散的服用却恰恰与酒有关。 用酒负,这个是病人喝下去以后,没有痛的知觉。 博州自古以来生产贡酒。 公元196年,曹操把家乡博州的酒运春酒上奏给汉县帝留邪。 北魏的贾思邪撰写的奇妙述,记载了这在当时历史上来说最早的贡酒。 酒的悠久历史可能也跟华陀的麻醉剂以酒服用不无关系。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酒为百药之掌。 就是说这个酒以前就是作为药用的。 而且它现在也有中医说法,把它做药盐的。 本身这个酒它有在中医的说法叫书金通罗活血,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白酒。 然后呢,这个西医的说法现在也有说法, 说这个它能平衡人体的这种内生病的这种胃的环境。 说比如说我们吃的肉啊,它偏酸的, 然后那个胃环境是偏酸的, 然后喝点白酒呢,它偏碱的。 那然后呢,叫做酸碘中和, 让人感觉都比较舒服。 有了麻醉术, 华陀又将怎样解决为曹操手术中的消毒呢? 在当时, 就是在草药里面, 有些药你可以是解毒, 用一些草药进行这个清洗了, 可以消毒。 看来, 华陀当时用麻沸散来解决麻醉问题, 草药来解决消毒问题。 那么, 华陀最终是否为曹操做了开颅手术呢? 偷炉的这个手术是比较复杂的, 偷炉的解剖也比较复杂。 那么偷炉的这个麻醉, 那么麻醉的时间的这个要求比较长。 这个可能是在当时麻醉了这个手术条件了, 对大脑的解剖的这个张悟的熟悉程度的条件都不太具体。 看来, 华陀为曹操开颅取风险的手术显然并没有实施。 但麻沸散的发明, 依然是华陀对世界医学最大的贡献。 像美国的那么一些外国的专家讨论这个麻醉术的时候, 那么他们公开的承认, 他说习儒性的麻醉术是从华陀开始的。 根据夏可平的分析, 华陀为曹操开颅手术的条件并不成立。 但华陀这样医术高明的人,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大胆的方案呢? 有专家认为, 华陀并不认同自己同乡曹操的所作所为, 于是有借治病刺杀曹操的可能。 三国演义上说, 曹操疑心很重。 他认为, 华陀是想借这个机会替关羽报仇杀了自己, 所以一怒之下把华陀关到监狱里杀了。 梁爽, 博州市一位年轻的民间学者, 一直在做着关于华陀的研究工作, 并著有文章《一场关于误会的往事》, 来阐述他对华陀之死的不同看法。 华陀早思恨惑, 是以为他的死祥过于谦卫。 俗话说, 快半步可能称为贤区, 快一步可能称为贤咧。 华陀不幸称为了后者。 凯头卢的遗书, 今天听来非常平常。 但是在以前八倍多年前, 处次千位的言论, 不禁为言松挺, 而且又打着以书的皇子傻人之陷。 况且, 这个华陀的对象, 是神性夺一的曹操。 这个不是荒帝的荒帝, 搞于称相的称相吗? 华陀本是一介不移, 每天游走四方, 为百姓治病, 是他愿意做的事情。 而曹操因为经常头痛, 就要把华陀留在身边, 让他专门治疗他的头疯病。 这让华陀非常为难。 在曹操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后, 华陀请假走了。 他说在家庭里有事情了, 他回去了, 曹操也批评他了。 但是假期到了的时候, 华陀仍然不想回去, 诱骗曹操说自己妻子病了。 曹操派人去他家里查看, 发现他的妻子并没有生病。 于是把华陀带了回去。 这件事情让曹操对华陀失去了信任。 后来以后华陀到了曹操的身边, 他就说你找到他跑出去给人治病了, 你跑到找到他治病了, 所以这个时候曹操你在这种情况下, 那就是把人看住他, 不要在他出去了, 去除了他的行为。 华陀不愿意挡寓意, 可以将自己的离诱与曹操进行谈生的沟通。 我想, 可以赢得爱民如资, 喜财如命的曹操的信任。 再者, 华陀徽甲, 不应该以起自游病为由, 欺骗曹操。 后来曹操情任, 把华陀请回身边。 华陀应该将自己痛失爱兹费尔的现实告知, 这样才能赢得曹操的理解和信任。 我想正是这一连串的误会, 才酿成了这样一场潜年的汉事。 虽然梁爽认为, 曹操杀死华陀是场误会, 但唐代的刘宇熙在《华陀论》上 说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, 执柄之会真可畏诸。 执柄者就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, 会就是愤怒。 其实, 刘宇熙只看到了第一点, 华陀触怒了曹操, 招来杀身之祸。 有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 曹操说了一句非常典型的话, 天下当无子鼠辈也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, 曹操没有把华陀当作人才来看待, 这才导致神医的被杀。 这么看来, 无论正史还是演义, 华陀的死都与曹操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据说, 华陀临死前, 把一部医书交给狱卒, 想传下来。 但是, 狱卒害怕曹操的严酷, 没敢接受。 华陀就要了一把火, 把医书给烧了。 包括麻沸散在内的, 华陀几乎所有重要医方, 从此失传。 这在中医学史上,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。 每天清晨, 下课屏都要穿上一身练功的服装, 到博州著名的景点, 花戏楼前面的广场, 参加晨练。 这里的每一个人, 无论老少, 仿佛都像动物一样, 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动作。 据说, 这叫五琴戏, 是话妥留下来的, 一种养身槽。 话妥留下来的, 这个养身方便的方法, 至少有这样散终。 一是你是, 气场运动, 草链无亲戏。 第二种办法你是, 副药, 像那个企业请年餐。 据后人研究你, 这个企业请年餐, 你由荒井田麻作成。 这个你, 长起副湿, 可以使得你, 这个移安欢甩牢。 第三种办法你, 是付这个凸属酒, 吟用凸属酒, 这个你就是避稳意。 五秦戏是话妥发明的, 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操, 就是模仿虎、 鹿、 雄、 鸟、 五种动物的动作。 练形取义, 也属于气功中的一种动功。 据夏克平介绍, 经常锻炼五秦戏, 可以使人气血流通, 筋骨健壮, 精神充沛, 并防止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。 这非常符合华陀防胃病的致病养生思想, 就是在身体还没有生病的时候, 通过运动来预防疾病的发生。 像虎, 这个练骨, 胸练脾胃, 鱼是练身, 鸟是练肺, 具体的一句无形象配音, 这个虎与水, 因为肾诸水诸骨, 这个胸与脾胃, 就在无形练出脾, 愿这个你是说这个活, 所以行身, 鸟系就是鹤系, 鹤系也是于紧于肺, 这个像年系。 它的无形系, 是罗马尼亚的这个医疗队, 那个体育队, 到我们中国来考察, 考察了以后, 他就说了, 哎呀, 他说话头很生气, 没想到体育还可以治病, 那么他说, 话头, 这么凯了用体育医疗的显客。 李绍义, 博州的一位民间学者, 研究话头生平已经多年, 并且将关于话头的传说和故事, 整理成书。 因为对话头被感兴趣, 李绍义在退休后, 经常走向窜户, 去寻找话头的故事与传说, 在寻找的过程中, 李绍义发现了位于博州市北郊, 距离市中心不到四公里的华佗镇。 这个村庄啊, 名的叫小花庄, 是花托故里, 就是花托的老甲, 人人敬仰的地方。 那村里是不是人大都姓华? 这个村庄的人口啊, 大部分都姓华。 这个地上啊, 就是花托的第七十三代传人, 花托的后代, 华恒财的家。 你现在岁数了? 你今年多年? 七十七了? 七十七了。 你今年花托的第多少代孙? 七十三代了啊。 虽然花恒财老人, 自称是花托的第七十三代孙, 但是当问到他是否知道花托的死因, 他却说不知道。 如果连他也说不清楚, 那么破解花托之死的原因, 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。 博州是中国药材最大的集散地之一, 这里的土地除了种庄稼以外, 最多的就是各种中药材了。 传说, 当年花托为百姓治病, 在房前屋后经常种植一些草药, 后来这里的百姓也仿效花托种植草药, 久而久之就养成一种习惯。 目前, 博州种植的中草药有140多种, 尤其以韶药、菊花、牡丹最为出名。 那边是我的被说, 还有被说的。 被说有多少年? 被说有7人的, 能卖2千多花。 我今天起了这块, 这块我还在了, 还在药来的, 我就好中药。 不仅地里种着药材, 华恒菜自己还有致病的偏方。 磕的就那样, 我磕的我都知道几个, 我给我啥磕呀。 两个大会都磕好了, 磕的很浓。 尽管不知道77岁的华恒菜老人, 究竟是不是华佗的后代, 但博州人种药、食药、用药的经验, 应该与华佗有着必然的联系。 充满传奇色彩的华佗, 无论他是否真的死于曹操之手, 如今由于历史的久远, 已经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了。 但在华佗死后1800多年的今天, 他的故乡博州成为了中国四大药材集散地之一。 跪到西角山深, 见到兔丝枯草, 无所不由。 每天南来北往的人聚集在此。 这里还有以华佗命名的国药厂和中医院, 就连生产的中程药也大都冠上了华佗的名字。 华佗, 这个一代名医, 已经深深渗入到每个博州人的生活当中。 由他开创的医学传统, 也在这个城市以一种新的方式传承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